韩国男演员李洞旭 本月初和国民初恋秀志宣布分手 恋情只维持了四个月 令很多人都觉得相当可惜 7月23日 李洞旭连同曹成肉 袁真雅等演员 一起在首尔出席 以医疗为题材的新剧LIFE的发布会 剧集将在当天晚上首播 在发布会上 主持人要一众演员 做出指定的动作 为聚集加油打气 袁真雅也照做 但之后则害羞的捂着两笑 并不禁靠在了站在一旁的 李洞旭的肩膀上 两人似乎在合作后变得清静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呢 另外在记者提问环节 现在27岁的袁真雅则表示 很荣幸可以和李洞旭 及曹成肉两位前辈合作 他们都有不同的魅力 而袁真雅还声称 和李洞旭相处起来 就如同朋友一样舒服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